空军F-16战机训练失联 海空持续搜救中 但是大家也关注 短短两分钟就失联的原因到底为何 空军司令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报告 根据雷达资料显示 战机在短短20秒内从7000只高空急坠而下 初步研判战机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很低 不排除是战机进入到云层之后产生空间迷向 而先前传出海面出现游字 事后证实并非飞机的燃油 另一方面海军锦江舰昨天也接收到了疑似信标讯号 国防部随即派遣民间公司 在今天一早出海见识 黑鹰直升机在花莲七星潭上空来回搜索 海巡署的船舰也持续进行搜救 失联的F-16战机救援任务持续进行 就连陆军也加入搜救行列 目前花莲外海的搜索行动 让空军以及海军还有海巡队的舰艇来实施当中 但是进海的部分就得靠陆军花防部的士兵 以望远镜的方式来逐一的搜索 官民们各个拿出望远镜 要是海面上出现不明漂流物将随时回报 陆海空总动员不放弃任何蛛丝马鸡 而18号还传出海军锦江舰接收到疑似信标讯号 国防部19号一早随机派遣打捞F-51战机的民间公司出海检视 先前一度传出在海面上发现疑似油渍 经过检验证实不是飞机的燃油油渍 现在军方加紧脚步打捞 只盼能有好消息传出 记者中午报道